其实说到明星歌手啊 做老板 这样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的 有明星开饭店的 有明星做服装的 都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可是你想得过吗 明星要做明星的老板 而且一做还是很多个 他是谁呢 就是尚文杰 他也要做老板了 而且尚老板要做的生意啊 竟然是培养内地偶像男子团体 这不是玩票 而且啊 他也是奉上了120分的认真的情绪啊 去做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样的男生 能够成为尚老板门下的练习生呢 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尚老板所培养的男团 又会是怎样的风格呢 咱们来看看 应该是少年偶像团体 而且是时尚的少年偶像团体 尚文杰口中的这个团体 便是之后将由他自己做老板 亲自打造的新团体 而近日为了给团体挑选练习生 尚文杰工作室举行了一场 尚老板的练习生 全国总决赛 他们中有主公抒情歌曲的 还有主公唱跳的 据悉进入最后总决选的25位少年 可是由全球5万位报名者中挑选而出的 而最后只有12人 能够成为尚老板最终的练习生 当然这个选拔的过程必然是很严苛的 团队中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考核和评分 一旦有这个状态不好的 卸带的随时可能被新的男团成员所替代 尚文杰从半年前就开始启动这个项目 而与此同时在这半年的时间内 内地市场上的各类偶像团体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萌芽 尤其是少年男团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TF Voice 出道仅仅一年不到就收获了超高人气 获得了重量级的奖项 引起了粉丝的热潮也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面对强劲的TF Voice 沙文杰却不以为意 不一样 不一样 首先我们是时尚偶像男团 所以在这一点上 和TF Boy的他的整个风格和路线是不一样的 男团当中的每一个成员应该单个拿出来 都是很成熟的一个偶像 而为了打造这样的男团 尚老板可是准备了居资啊 现在我们的预算是一千万 尚老板的练习生们请加油 雨的新天地期待尚老板男团采访报道 这都已经被带在过尔甲浅 这个不是轻轻 Pend 空人自化 的 拿上